我想台灣的這個農產品 在過去的兩岸裡面 確實被拿來成為 成為所謂政治操作籌碼 比如說 如果中國大陸表示 要對台灣讓利的話 看起來就會用這個農產品的採購 或者是器作 作為它這個宣傳的工具 所以在這一次 其實因為鳳梨產季 才逐漸要進入到旺季的狀況之下 那中國大陸先用一次性的抽查 就來表示說 台灣的這個鳳梨 因為有戒殼蟲的問題 所以要全面的禁止 我認為這當然是一個警訊 這麼多年下來 好像並沒有因為 台灣的民眾受惠 而能夠讓台灣的反中的氛圍 有所緩和 有所反轉 再加上這一次 蔡英文人士的這種更動 好像是要對大陸私事的訊息 可是大陸其實並不滿意 因為對大陸來講的話 兩塊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不是人選的問題 所以我想 多多少少有藉這個動作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接受九公司 東風不來 春風不來 花不開 本來人事調整應該就是說 可能是 如果我的判斷沒有錯的話 是應該整個大調整 是為了國防部長換新的人 國安局長缺起來 找不到可以信任 就找阿通過去 那表示甚至我們可以講說 其實找邱泰山過去是表示說 應該是講說 小英對兩岸這個部分 暫時不重要才對 擺在那邊才對啊 然後現在搞得好像是怎麼要談判呢 要春朗花開等等 你知道他們一定老大不高興啊 所以就說不要再來玩我了 不要吃我豆腐了 不只人事還有大環境 因為美國最近來講的話 有些動作 那台灣好像跟美國靠得很緊 連得很緊 他也是利用動作警告台灣說 你不要以為有美國撐腰 那你就可以抱著美國大腿 來跟中國對著幹 他總是有多少這方面的訊息在 兩岸的部分 我看是覺得沒辦法處理啦 除非小英真的想要去碰啦 但是現在因為中國 美國拜登剛上台嘛 很多東西都還沒有真正的定調 所以真的是要怎麼樣子的時候 我看是很難 目前民進黨政府會有一些大的定調 他還在觀察到底美國會怎麼樣走 我想兩岸經貿的部分 事實上還是有一定的商業機制啦 所以這難免會讓大家會覺得說 在這一次裡面是不是會有一些 政治上面的考量 尤其在兩岸的這個 不管是在經貿或者是在政治 甚至在農產的議題上面 看起來原先有了這個溝通管道 是不是成如過去以往的這個暢通 中國大陸很刻意的 在部分的這個溝通的平台上面 是不是不太願意跟台灣 在過去的這個基礎上面進行討論 我認為其實這都是兩岸在這一段時間 所面臨到的一個情況